- 封掉了 - 有人要封掉了 - 我真的要封掉了 - 他剛剛一進這個園區來之後 - 這裡就有了 我要封掉了 我要封掉了 - 可是這裡的蜜蜂都不會對人有興趣耶 - 真的嗎? 你過去啊 - 你現在直接走過去那一區啊 - 我今天都不敢抓頭髮也不敢噴髮辣 - 因為我剛剛就很熟辣 我就上網查說 - 被蜜蜂叮了要怎麼辦 - 要撒尿就是最陽春的方式 - 所以我剛剛已經尿好一桶 如果你待會不會 - 會往你身上潑 - 可以看到我們後面有一箱一箱的 - 白寶箱 - 欸你頭上就有一隻 - 真的還假的啦 - 真的還假的啦 - 什麼狂啦 - 好的 我們現在人位在的是 - 南投的一個養蜂的地方 - 我們今天受到了 - 麥咖啡的蜂蜂系列的邀請 - 今天要來體驗一日養蜂人 - 你有喝過麥咖啡嗎? - 有 跟鮮奶茶比起來的話 - 味道更濃郁 - 大家給他一次機會你會愛上 - 這一次他會邀請我們來 - 是因為他想要讓大家知道 - 他們的蜂蜜系列用的都是百分之百的純蜂蜜 - 你們不要一直看我的頭上好不好 - 我很害怕欸 - 有嗎? - 有三隻在頭上我們也不敢講 - 所以我們今天要體驗他們全部的流程 - 怎麼去採集那個蜂蜜之後做成一杯飲料 - 而且我們今天還會檢驗到底什麼是真蜂蜜 - 什麼是假蜂蜜 - 喔 好可怕 - 他的聲音很大聲欸 - 比半夜的蒼蠅還大聲 - 喔 你半夜房間有蒼蠅 - 通常是蚊子 - 喔蜂子 蜂子 - 啊我們兩個現在穿短褲短袖是合理的 - 我也穿短褲 - 新鮮通知我們就沒看到 - 我們只看到不能擦香香的東西 - 養蜂的大哥看到我們穿短褲 - 他就有點害怕 - 其實我們更怕 - 一人一罐尿都已經準備好了 - 待會我會盡弟弟的孝心 - 如果你真的被叮了 - 我會及時救你 -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 後面這一箱一箱的蜜蜂吧 - 真的是開箱欸 我天啊 - 真的是開箱 - 原來他只有上半身啊 - 哇你以為是整套的啊 - 肚子你錯了啊 - 剛剛他就說黑色在前面 - 妳腳不要亂揮啊 - 等一下 腳不要亂揮 - 阿如果他爬你就讓他爬 - 我不要亂動他就不會叮了是不是 - 對啊 阿叮我們ok蹦啦 - ok蹦就可以了嗎 - 要暫時 - 阿信能尿夠嗎 - 夠啊 - 完蛋了我們完蛋了 - 不要亂動喔 - 我剛剛覺得我的腳好癢喔 - 你自己褲子的進去 - 我剛剛... - 平常在路邊看到一隻蜜蜂 - 就覺得很驚恐了 - 現在這邊是身邊全部都是蜜蜂 - 先來認識一下這邊的大哥啦 - 大哥叫警方大哥 - 警方大哥 - 大哥你養蜂多久了 - 啊10歲就開始了 - 都一直在這裡嗎 - 它環境會換 - 環境要換 - 因為我們養蜜蜂的那個 - 妳如果採蜜蜂蜜的時候 - 就是要去找蜜蜂蜂蜂 - 所以大哥的意思就是說 - 如果我今天要採龍眼蜜 - 我就把它放在龍眼樹的下面 - 蜜蜂蜂它的土地路程齁 - 三公里到五公里的範圍 - 啊剛才那個圓圈 - 啊那邊也是三公里多到五公里就出了 - 大哥剛剛頭髮有一隻 - 它就很冷靜的這樣把它拿掉 - 那你有很常被釘嗎 - 這是時尚的去釘釘的 - 因為蜜蜂它是一種的動物 - 妳要把它採取它的蜂蜜 - 會說嘛 - 會說嘛 - 人家在家這樣搖搖搖搖 - 跟我們人一樣啊 - 要跟我們搶那樣的糧食 - 也會生氣 - 我們只要把它噴下去的時候 - 蜜蜂它會比較乖 - 它比較不會跟我們攻擊 - 暈了是不是 - 不是暈 - 它就怕那個蜂 - 啊那是什麼蜂啊 - 啊那是張樹皮 - 先把它切掉 - 切掉的時候 - 讓它比較久的時候 - 後面那邊用刷風機 - 以前那邊是用糖掃 - 在背 - 因為剛剛採的這一些蜂蜂 - 它上面都還有蜜蜂 - 所以現在就用機器把它刷下來 - 拿起來都很乾淨了 - 喔 - 腳不去把它弄回去 - 喔 美香太久了 - 它這個就是我們的蜂蜂裡面 - 這是它的繁殖下一代 - 啊這隻的這裡就是蜂蜜 - 啊這隻就是蜂蜜 - 啊這隻下一代要怎樣 - 它的蜂蜂啊 - 蜂蜂啊 - 蜂蜂就要21天 - 喔 蜂蜂 - 蜂蜂 - 蜂蜂就變蜂蜂 - 蜂蜂就是蜂蜂 - 蜂蜂就是蜂� - 蜂��蜂就是蜂� - 蜂蜂 - 蜂蜂啊 - 它的古早有三種 - 蜂蜂 - 蜂蜂 - 啊這隻是蜂蜂交配 - 啊這隻是蜂蜂 - 啊這隻是蜂蜂 - 啊這隻是蜂蜂蜂的 - 欸對對對 - 這是蜂蜂蜂的對不對 - 啊有有 - 啊這樣以後的事情 - 它有蜂蜂蜂蜂 - 啊這隻就不好 - 啊這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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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蜂蜂比較旺 - Nosüğ cómo - 這隻不理 - 啊這隻蜂蜂 - 啊 - 啊這隻這樣 - 啊這隻蜂蜂 - 是 이상 - 啊這隻蜂蜂 - 啊這隻蜂蜂 - 嗯 - 啊 Fran - 那隻蜂蜂 - 阿 ran - 子蜂蜂蜂 不是蝗蝗蝗 而是蝗蝗蝗 去帶這頂蝗 我們說的是一種現 穩定它的中蘇神經 因為它要噴那種蝗蝗的味道 裡面一塊那種蝗蝗沒有蝗蝗的時候 它沒有噴到那種蝗蝗蝗蝗的時候 這頂蝗它就主動會消滅 我們的公蝗是沒有的 蝗蝗也沒有的 只有雄蝗是只有交配的而已 它在交配的時候是 空中分離 宅時要10點到月報時要2點 這段時間要吃好要很好 交配的時候是 7至13隻的雄蝗 交配之後回來 經過3天至4天 它等一下會蝗蝗 它的最高峰蝗蝗是 24小時以內 它聽到蝗蝗 2至3千元 2千至3千元 因為一隻雄蝗的 它的售青的差不多大的蝗蝗 你如果跟十山豬的時候 等於這隻蝗蝗 蝗蝗蝗 3萬9千 13萬39萬 這隻蝗蝗蝗蝗蝗 39萬塊以上 大哥剛剛其實跟我們介紹了很多內容 包含它們的階層 有3個階層 然後還有它的生長期 可能21天 以及它真正如何繁育下一代 講這個真的有太多智慧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不要亂動就好 大哥現在在教我們什麼抖蜂 拿出來的時候用力給它抖掉 他們的狼狼嗎? 對啦 我們六次肯定了 我這年以來沒辦法 大哥他都不會掉 大哥我看要瘋掉了 沒有啦 這樣就很厲害 這樣就很厲害 嗨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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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嗨 OKOK 沒關係 OMG 我覺得我們好像小熊圍尼喔 我的媽啊 它抖下去的瞬間 你會聽到那個蜜蜂這樣 嗡嗡 那一聲有一點可怕 就是我們剛剛抖下來的蜜蜂們 這裡全部都是 為什麼人家寒香是蝴蝶 我就是蜜蜂 其實你只要不要亂動的話 蜜蜂也不會來用你 只是它在旁邊的時候 會恐懼感很重而已 那現在先把它蓋起來 就會防止更多的蜜蜂 跑去吃那裡的蜂蜜 因為我們待會要把它扛過去那邊 做進行採收 哈哈哈哈 他苦笑 大家的收成就在我的肩膀上 像我們要把蜂巢放進去這個離心機 它等一下會高速的旋轉 利用離心力 把這個蜜蜂從蜂巢裡面這樣甩出來 它在轉的時候已經有蜜蜂的香味了 你們有聞到嗎 蜂蜜的香味 這樣子甩出一些花粉在這邊 下面全部都是蜂蜜 而且還有幾隻蜜蜂也被甩在裡面 這是剛剛被離心機甩過的 其實裡面就已經沒有什麼蜂蜜了 剩下很少的一點點 這個是還沒有甩過的時候 裡面全部都是滿滿的蜂蜜 現在我們手上拿的就是我們剛剛自己採下來的蜂巢 蜂蜜本人是像口香糖一樣搖一搖要吐掉的 蜂蜜在嘴巴裡面好甜喔 它不會到你不舒服的那種甜 好好吃耶 真的是純正百分之百的蜂蜜 現在蜂蜜要沿著這個管子抽上去這邊了 哇!好療癒喔! 難怪大家說蜂蜜是液體的黃金 所以他們剛剛淹在那裡我以為他們會死掉 其實在這裡他們還可以飛走 那是外面飛進的 那這一張我們剪掉 抽出來之後到這邊還會再過篩一次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個沙網 那如果我們今天在深山真的遇到一群怎麼辦 一群野生的 對 會辣妹喔 會辣妹喔 就是不要去撥它啊 手都不要動啊 我們就慢慢走我們的 剛好我們的身高擋到他們的出路 蹲低放慢走 手不要去揮不要去撥什麼的 離心機甩完蜂蜜之後呢 這邊要來整頓這一些蜂巢 這個突出來的就是熊蜂的巢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熊蜂 它這個形狀又不一樣 女王蜂的意思嗎 對對對 Oh my 它出來了 裡面是蛹耶 沒有不是蛹它是蜂王 如果裡面有兩隻就是會 一定會留一隻 這個我們就不留了 因為我們基本上每一箱裡面都會有留一隻了 不然你帶回去給老屋養啦 人養不活吧 這個蜂王沒辦法 天啊我第一次這麼近看蜜蜂耶 而且是女王蜂 它是蜂王所以它不會有這種線條 我爹爹很戰爭在工作耶 姊姊算是心慧耶 現在都知道什麼要留什麼要割 說你們是第一組來 就是沒有人被盯過 這很厲害耶 穿短袖短褲還有辦法這樣子 你們剛剛完全擋住蜜蜂的路 完完全全站在他的好幾箱的出入口前面 還可以沒事真的很厲害 好的我們體驗完了 體驗完了 啊 好我們體驗完整個養蜂的過程了 當然如果當它要變成一個產品的時候 它的過程不可能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等一下移駕到另外一個地方 讓你們看一看我們採完這些蜂蜜之後 後續的步驟還要做什麼東西 才可以送到消費者的手上 出發 一個專長我們已經潛入了蜜蜂工房的總部裡面 我最喜歡看YouTube這一種產線的影片 我自己在家的時候都可以看這種產線影片 看好久好久 我超喜歡看這種東西 我在剛剛講完 有些YouTube影片它會有製作什麼便當啊 或是製作什麼罐頭 跟你說你一定不能做這種工作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個瓶子你一定會放反 放反了之後那個一罐下去 會整個噴到整個都是 接下來裡面因為衛生的關係 不要讓太多人接觸到 所以只能我進去 你不要搞亂喔 你等一下出來會整個弄蜂蜜 一進去然後變密室逃脫 你要保護我喔 OK 沒問題 哇 好甜喔 在外面的蜂蜜呢 在產地一大桶一大桶 我們會抽巡進來這邊 做所謂的捲子 所以它是這個管子 然後這樣一路就到隔壁剛剛那邊 不是 到樓上 它會抽到樓上去 這算是非常初階前面的東西 非常初階但是也最重要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就是我們的低溫溶解槽 我們就是做這樣子的一個低溫的管控 讓蜂蜜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溶解 那為什麼要做溶解 有一些種類的蜂蜜呢 它很容易產生結晶狀況 那結晶它已經變成半固態了 我們就要做溶解 大概基本上要二十幾個小時 蜂蜜把它溶解掉之後 我們才能進去裡面去做一個生產 這個東西要分享 要從我們有一個美國的客戶開始講起 就被他們取笑 這就是你們台灣的標準嗎 哎呀 他們就說那這個我不要 他們就笑笑 他們已經不知道先進到哪裡去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穿展也好 去找資源 然後去研究 知道說人家到底做什麼 最後才把這些 國際性的標準的東西 引進回來台灣 剛大致逛完整個流程之後 我們下一個環節 是要來測試 真蜂蜜跟假蜂蜜 如果是真蜂蜜的話 這樣看過去是比較霧 喔假的比較輕是不是 那我們就加水去氧化它 然後去判別什麼是真蜜 什麼是假蜜 這個比較黃 然後它的泡沫感比較綿一點 你看上面這個會比較明顯 如果是假蜜的話 你放久泡泡會越笑越快 如果是真蜜的話 你放很久泡泡還是持續這麼多 來盲測 講那麼多 喝就知道了 接下來這個環節就是到驗收的時刻 你們剛剛聽了那麼多製作的過程 跟分辨真假蜂蜜的流程 現在老闆要來考我們 到底哪一個是真的哪一個是假的 這兩罐現在非常明顯的 顏色一個比較深一個比較淺 啊等一下如果猜錯的要怎麼樣 這罐喝完我下掉了 我覺得這個味道太重 它有一點加工的味道 直接拿湯匙來挖一勺 欸等一下你們不覺得這個有龍眼蜜的感覺 欸我現在很專業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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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夾的也是你們調出來的嗎 是買的啊 是隔壁買的啊 這是陷阱提日誌 我說喔從我們兩手這邊拿過來 我可以認真的發表 喝完這個要喝水 因為這個味道太重 結果說 這個是老闆他們做的 我兩個味道很不一樣耶 很不一樣 欸你們要確定耶 純的這樣吃跟試喝又會不一樣 我好替你們捏一把冷汗 我跟你講啦不管真的假的啊 麥當勞用的一定是真的 見真章的時刻後來 喝喝看就知道了 我們先喝顏色比較深的 好 定格 好再來是喝顏色比較淺的 這個聞起來 還是有剛剛原本的滑翔耶 這個味道就是不會 讓你覺得很假的那種 對 他就是心機很重 他很善良 可是我們等一下 好啦被你們講對了 因為 這一個已經泡了蜂蜜水 你聞它 跟你剛剛這個蜂蜜聞 它的味道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剛剛講說 蜂蜜底經過選客之後 它味道會變 你在聞這一個 跟蜂蜜味道是不一樣的 可以從剛剛搖晃的來看到 就是說一樣 它非常有清澈 它還是一樣這個樣子 那所以可以證明說 這一支來講的話 就是外面所謂的 我講 等等我就說他心機很重了吧 好 非常感謝老闆教我們 如何分辨真假蜂蜜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 這支影片的重頭戲了 來 測場上菜 最後我們現在桌上放的就是 My Cafe的蜂蜜系列 桌上擺的有 冰蜂蜜奶茶 熱蜂蜜奶茶 跟蜂蜜紅茶 其實它在2020就已經上市了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的是 它多加了一個 熱奶茶的選項 它加了蜂蜜 有它的 獨特的香氣 帶動它的奶茶 會讓它的奶香更厚一點 而且我們剛剛有龍眼蜜跟荔枝蜜 跟蜜蜂工坊聯名之後 由蜜蜂工坊去調配出龍眼蜜 還有荔枝蜜它的黃金比例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試試一下 它們特調的蜂蜜版本 因為它不是單一的龍眼蜜 也不是單一的高三蜜 它有自己調配出一個 佛納他們家茶味的蜂蜜 它很濃 我覺得它這個有比較甜一點點 就是不會膩 我有喝過奶茶跟紅茶 我覺得我還是會選紅茶 是因為我覺得它很夏天 很清爽 我覺得奶茶很好喝耶 如果你喜歡喝奶味比較重的話 你可以選奶茶冰奶茶 那今天就是我們體驗了一系列 從養蜂人家 到這些蜂蜜採收下來之後 是經過多麼嚴格的把關 才進而的產生這一杯MyCafe 那我們今天介紹了三種飲品 是冰蜂蜜奶茶 熱蜂蜜奶茶 跟蜂蜜紅茶 現在在全台灣的麥當勞 都可以喝到 100%的純正蜂蜜 那如我們剛剛提醒的 就是你在喝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把下面的 真蜜 攪拌均勻之後才可以入口 這也是他們跟蜂蜜專家 蜜蜂工坊聯名的商品 它裡面絕對是100%的真蜂蜜 讓大家安心的服用 很難得有一整天的這樣的體驗 可以讓我更重視原料的 來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感謝麥當勞 最後的最後 麥當勞麥咖啡 掰掰